大家好,我是中医老马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我们有的时候半夜醒了以后会产生口干口苦 早晨起来也会产生口干口苦 后半部分还会举一个案例 给大家讲一讲中医对于半夜醒了以后 感觉有口干口苦的症状是怎么来解决和治疗的 同时也希望大家点赞收藏 防止由于视频过多应用的时候找不到 那么现在我们就给大家分享 夜间或者早晨起来口干口苦 在威宜林的示意德效方中提到了苦为火之味 大家想想半夜或者早晨起来口干口苦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中医认为半夜11点早晨3点之间 是肝胆经脉活动的时间区域 那么这个时间出现了口苦 那么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口苦呢 一定是肝胆有热 中医讲火性炎上 所以说呢胆之寻热上征于口 就会产生我们的口干口苦 不管是半夜也好 不管是早晨起来也好 口干口苦一定的记住是肝胆于热 那么临床上我们怎么来治疗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呢 轻肝胆于热 同时呢 为啥有肝呢 因为火热之邪 着炼阴筋 而阴筋不足 就会产生我们的口干 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一讲 夜间的口干口苦 以至于早晨的口干口苦 治疗方案 这个患者 李女士 35岁 所表现出的症状呢 就是早起和夜间 口干口苦 夜间醒后呢 也是口干口苦 同时呢 伴有心烦 而且呢 食欲不佳 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腊叉 还有大家想想 肝胆于热的表现 一定伴有邪力的炸 一定会表现出 我们蛇黄微腻 而脉呢 咸而硕 大便呢 一般的基本上是肝的小便黄 从整体的概念来看 就是我们肝胆于热 而胆热泛胃 为什么胆热会泛胃呢 主要是肝旺而磕皮土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 那么我们的质责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些肝胆预热的基础上 大家一定记住 健脾合胃 为什么要健脾合胃呢 就是中胶的气肌 皮主升 胃主降 而我们肝胆的预热 火性炎上的一个特点 是靠我们脾升的功能 同时呢 当我们胃气不降 脾气不升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出现腊叉的症状 我们用什么方式呢 用我们小柴虎加黄莲 如果口干严重的呢 加上天花粉就可以了 这个患者呢 大约用了很短的时间 这个症状就解决了 苦为火之味 倾泻肝胆 预热 健脾合胃 为主要方案 来治疗 来解决 这个口干口骨的症状 其实呢 抓住病因和病机 就很快的解决症状 关于这个口干口苦 病案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在评论区留言 我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会给大家一一回复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